立法院中庭广场 树木修剪的整整齐齐 全像刚塞得过一样 为了防台 不管大树小树 几乎都加装支架 不过这两颗国宝级的 台湾油山最特别 上6下3动用9支架保护 和其他树木只有3到5支架 撑腰相比 台湾油山特别待遇 重要的一些我们的树木 那我们希望说把它加固 因为它才移来才半年多 珍惜保育类的 台湾油山是台湾四大 其木之一 市面上不可以买卖 这回防台护树得踩最高规格 不过怕强风的 还有一坨拉库鲁树 它这个已经损坏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更换掉 更换掉它才会牢固 旧麻绳腐烂松脱 旧支架也不牢固 通通拆掉换新 举起大木锤 用力把新支架敲入土壤深处 再重新绑定麻绳 要让每棵树都遍布倒翁 尤其是体型小 只有两三岁的年轻树 最容易捣损 加上去年苏迪勒台风的惨痛经验 台北市陆树损伤一万六千颗 狠狠刷新 2013年苏迪台风三千六百颗的记录 公伴们这回一棵树都不放过 我们会有平常的保养 即台风要来之前 都会再加强下去 把它固定好 所以说岛不会让它受损的 那个量不会那么多 每天派出巡查员 看到不及格的路数 就拍照回报给都岛 安排公班修护固定 或帮路数瘦身 避免台风一来 条条大路便另类木材堆积场 记者薛学华稍微明台北报道